不管是站著拍 坐著拍 或是拿起琵琶拍 怎麼拍都超級有feel 因為要紀念 就是自己30歲生日 所以才來拍照 真的很有紀念價值 在迪化街的旗袍租賓店 店面就是個 復古味十足的攝影棚 各種類型的旗袍 全部任調任選 搭上最近超航的電視劇 滑燈初上 生意更是嗆嗆棍 最近每個人見人說 老闆我要滑燈初上 我說好 滑燈初上 就是我們店的特色 為什麼 因為一百年前 我們這個旗袍是誰穿的 就是藝丹他們在穿的 就是像日本藝記他們的角色 我幾乎三四組客人 就有一組說我要滑燈初上 老闆娘直言 去年受到疫情影響 五月期必定三個月 好不容易等到疫情趨緩 卻沒想到春節前 又出現變數 不過這次老闆娘 很有信心能撐過去 我本來有點太擔心 可是我覺得這書戲 幫我把它balance過來 滑燈初上 吹起復古風潮 不少藝人也都撐著這個機會 復刻回憶重回1980 華社群網站羅代偉 他也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 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